日本共同社12日发布的一篇独家报道 在台湾激起千层上 解放军计划在8月举行的 以夺取台湾下辖东沙群岛 为假想目标的登陆演习 台湾军方当天紧急声明 能确保东沙安全 岛内专家纷纷猜测 解放军此举事 意图打通航母通向太平洋通道 为南海防空识别区做准备 台军方对该报道几位重视 12日上午 在台防务部门例行记者会上 台防务部门发言人史顺文强调 对周边大陆军队演训与军事动态 台军运用联合勤奸真作为 对周遭情况都能充分掌握及时应处 目前东沙与太平洋岛归台湾海巡署驻守 驻岛官兵由台海陆战队负责训练 配备迫击炮速射机炮等火炮 具有轻装步兵实力 台防务部门座技士联合作战处长林文黄宣称 台军对外离岛都有相关应处机制与应援计划 驻岛部队的战备直起 攻防射击 战斗技能与后勤为保 相关战备整备工作 具有等同陆战队坚强战力 能确保岛上安全 台湾联合报称 东沙岛的迫击炮阵地隐藏在地表下 坚固可用 台海巡署12日表示 东沙驻防海巡部队 预计6月将实施活力演习 验证岛上阵地各式迫击炮 机炮射击效能 除了猜测解放军夺东沙 是意图打通国产航母 通往太平洋要道之外 台湾中正大学战略 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颖又还认为 解放军这次演习区域 跟外界盛传的南海防空识别区 有部分重叠 因此也可能是为下一步 设置南海防空识别区做准备 军事专家宋忠平 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东沙群岛处在东南沿海的战略要冲 又连通着南海和西太平洋 位置非常关键 东沙群岛 台湾当局租借给美军 实施一些军事侦测活动 比如安置侦测器或反潜设备 对解放军的影响较大 台当局已有人主张 把太平岛租借给美军 不排除未来租借东沙岛的可能 宋忠平认为 台海局势越发紧张的根本原因 在于蔡英文当局不断搞台独 甚至要通过制限的方式 来实现法理台独 在这种前提下 解放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包括联合军演 意图敲山震虎 警告台独分子 不要跨越红线和底线 他表示 解放军的夺岛演练 已是常态化科目 夺岛演练顾名思义 就是针对岛屿 东沙群岛是岛屿 澎湖列岛也是 台湾本岛是一个更大的岛屿 如果台独分子 一意孤行搞分裂 军事演习随时可以转化为军事行动